特朗普政府星期二宣布 中国在东都决散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说 我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都决散 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手术族裔 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这些行为是对中华人民和世界各地所有文明国家的侮辱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必须被问责 蓬佩奥在声明中说 详尽的记录证实这些行为至少在2017年3月就开始了 包括任意拘押100多万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和宗教小数族裔 强制节育对大多数被任意拘押的人士动用酷刑 强制劳动 限制宗教 言论和迁移自由 他还说 我相信这场种族灭绝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正在目睹中共摧毁维吾尔人的系统性企图 蓬佩奥说 美方呼吁中国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的人士 废除监禁拘押系统以及停止对维吾尔和其他手术族裔的破坏 东都决散文化和信息中心创始人前主席阿波多吉利利·卡拉喀士先生说 我欢迎美国政府的决定 并感谢有关当局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对于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手术族裔犯下的可怕罪行 特朗布政府做出了正确之事 用了恰当的名字来称呼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 国务院今天的认定是向问责和正义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 他向突厥和穆斯林世界领导人发出呼吁 敦促他们突破沉默 反对中国的暴行 他说 不幸的是 突厥和穆斯林世界仍在辩论东都决散是否受到破坏 救出在突厥和穆斯林国家的维吾尔族人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 我呼吁各突厥共和国和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结束对中国暴行的沉默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表示 他认为总统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是正确 尽管他并不同意特朗普的所有做法 他也支持特朗普政府认定中国在东都决参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布林肯在参议院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 毫无疑问 所有国家中中国对美国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他还说 他认为在针对中国方面 扣成两党共识政策有非常强大的基础 当被问及他是否同意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 对中国正在穆斯林手术族裔进行种族灭绝的认定时 布林肯回答 这也是我的判断 英国议会下院19日下午就一项有关国际贸易协定的法律草案进行表决 其中一条被称为种族灭绝条款的内容引发巨大争议 该条款属于英国高等法院判定某国是否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权利 并要求政府不得与该国签订或退出与该国达成的贸易协定 该条款普遍认为针对中国在东都决散的暴行 外交大臣拉布反对该修正案 他称英国政府永远不会在一个国家的行为达到令人震惊的种族灭绝程度时 与其达成贸易协定 但这个问题最好由国际法院而不是英国国内法院来判定 拉布周日也要求中国就维吾尔议题展现更多透明度 同时呼吁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入东都决散勘查 反对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破坏的活动家将针对赞助北京冬奥会的四人公司 以说服他们在2020年冬奥会之前在中国政府中发挥影响力 据《卫报》报道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维吾尔族活动家聚集在一起 写信给各公司要求他们使用其平台来教育和向世界通报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破坏 首先成为目标的是艾比营的首席执行官布兰恩·切斯基 该运动组织将冬奥会称为种族灭绝运动会 希望艾比营撤回其赞助 该活动的目的是说服大型跨国公司 如果他们不适用其巨大的软实力说服中国重新考虑其立场 他们将付出商业代价 该活动正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芬兰、法国、荷兰、日本和欧大利亚开展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伊朗欢迎卡塔尔呼吁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话 卡塔尔外交大城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领导人与伊朗举行首脑会议 昨日他在棘手采访时表示卡塔尔政府希望这可以实现且仍然相信这应该实现 这同时也是海河会其他成员国的共同愿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